去吧!神之槍! 搞事搞事!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當歸! 歡迎來到我們的原味三船系列第36集囉! 那我們上一集不是做這個小型生怪塔嗎?對不對? 那我們稍微下去看一下我們的成果喔! 然後這個一直都不下去!會不會我出來他就射我? 射我?沒有!他沒看到!哈哈! 他看到了!耳型! 唉唷!這樣還射得到我!太可怕了! 我的後腦掃動箭! 好!我們先下去看一下! 東瓜掛了一些時間齁!應該只掛兩天而已啦! 來來來!給各位看一下! 哇!你看東西這麼多! 其實我已經把很多鐵錠拿去交易了啦! 所以我的等級才60集這麼多喔! 然後這一整箱喔!都是滿的! 有沒有覺得很可怕? 喔!這麼滿喔! 這怎麼都是滿這邊! 這兩箱都沒有滿! 沒關係!我們繼續掛哈! 那今天我們要做什麼事情呢? 我們今天要來轉身為魔王! 為什麼好端端的要轉身成魔王呢? 大家還記得四年前的影片我說了什麼嗎? 來!給大家回憶一下四年前的片段喔! 如果有機會的話我再用雅思納的skin來進來玩遊戲 好!這個就是四年前的約定喔! 說好要用雅思納的skin進行遊戲 我們說到做到! 但小聲的說其實是有觀眾提醒我的啦! 所以我們的頻道圖片跟影片中的小圖片 才會這麼像雅思納喔! 當然已經請惠師把我現在的人設 把我現在的skin跟雅思納的人設結合在一起 誕生的女版冬瓜!沒有錯!就是我們的瓜絲娜啦! 當然當然!遊戲中的瓜絲娜skin 已經請夜雪大師繪製完成! 所以我們就要用一些儀式轉身成魔王 把這個skin召喚出來! 至於要用什麼儀式召喚出來呢? 大家應該都有看 關於我轉身變成史萊姆這檔式吧! 在原作動畫三十四集中 主角使用了神之怒的技能 將一萬名敵人擊殺後 吸取精華轉身為魔王 那冬瓜就是要來借用原創的方式來進行儀式喔! 所以你們就會看到很多的 巧克力噴泉、奶油爆蛋、培根冰淇淋、爆米花 這些爆滿的食物們當作大量的精華 成功轉身為魔王 然後這些動物冬瓜私底下餵了很久喔! 所以你就看到我的等級非常非常的高 因為我在私底下的時候 交易一大堆的村民 然後餵了很多的動物 所以我才有這麼多的等級喔! 那我們廢話不過說 馬上就來開始蓋吧! 那首先我們要開始蓋之前 我們先來介紹一下 我稍微修改了一些東西齁 那你們有看到這個底下都有泥土嗎?對不對? 那為什麼冬瓜這樣放呢? 這邊有放示範範例就對了 來我們下去看一下 來這個是有放泥土的 這個是沒有放泥土的齁 然後我要使用1.17更新的棕辱石 來實現神之怒喔! 給各位觀眾看一下 這是有泥土的齁 然後這是沒有泥土的齁 來我們先拉這個 嘿! 有沒有這樣牛它不會死掉喔! 呵呵呵! 所以我就覺得很尷尬 然後我們再拉這個 底下是有泥土的齁 有沒有!它死掉了! 所以底下又有方塊 它落下的時候才會有傷害喔! 如果底下都是水的話 它是不會有任何傷害的齁 所以大家要做這個機關可以注意一下齁 那我們就馬上把這個機關給蓋好吧 那這個機關是我私底下先用齁 因為我覺得我每次都蓋很久很久 然後每次都撿太久你知道嗎 所以我就先蓋一個雛形出來 那我就不用蓋很久啦!是不是 那我們就做4排 1排2排3排4排 那因為底下這個方塊大概只有9乘9的空間吧 所以不要全部把它殺掉 所以我們就把全部的4排全部蓋完 然後我們再把紅石線路給拉好 然後再把我們的儀式的平台給蓋好 那我們就可以開始我們的神之怒轉身吧 那我已經把友善生物的音效關掉了 要不要真的太吵了你知道嗎 吵都快瘋掉了 好我們就拿出我們的東西吧 冬瓜都準備好了 好我們先把全部都蓋好 就跟旁邊這個一樣齁 要每次都蓋很久 所以我就先蓋一蓋 要不要真的很吐血喔 來這個上面是要放水的齁 所以我們就把它圍起來 欸又蓋錯 天啊 那中乳石上面一樣把它放水齁 它這樣才會長 那我之後就可以不用自己手動擊殺 直接拉這個裝置 我們就可以把這些動物給殺掉了 我們就不用另外再弄了 然後這一排的地方全部放活塞 就跟另外一邊一樣齁 所以我們就要先鋪出去 那可能這一集的影片可能會比較Lag啦 因為動物太多了 真的餵太多了齁 抱歉 做這一集會這樣齁 來我們就放這個方向 欸欸欸欸欸欸欸 每次都這樣子滑下來 然後在這一格的位置上面放 棕乳石方塊 欸第二個了地方 來 然後這上面放棕乳石 先放一個就好了 大概是這樣 那我們就這樣一層一層的往上 對就是這麼簡單 只是拉紅石線路可能就會比較頭痛 我究竟要如何把所有的那個 棕乳石掉下來的時間控制到一模一樣啊 這好像真的是有點難耶 沒關係 我們都試試看哈 我們這邊要不要先倒水啊 嗯...先倒水好了 那先長棕乳石 等一下才不用再自己放喔 那自己先長好 給它多加一個 那這個棕乳石可以直接這樣子點它底下 點 欸不對啊 點...怎麼點不到 點不到棕乳石 耶掰 這樣子點得到嗎 喔可以耶 喔 可以可以這樣子可以 它點很底下喔 這個 這麼難點 它有一個碰撞箱 有點難瞄 不過還 行啦 放到有點 有點中風 好像斜的比較好放 我錯了 剛講完就放錯 說斜的比較好放 結果馬上放錯 欸怎麼放不到 欸大哥 你怎麼不給放 喔有了 欸不對啊 不是放這個啦 北七喔 是放水啦 抱歉了 還在忙 唉呦喂呀 我的天啊 怎麼可以這麼ㄎㄎ 好啦我知道是87日常啊 你們也習慣了484 然後這個鋪完水的 可以把它整個補起來 OK這樣就好了 然後我們就把這邊 倒水 然後封起來 讓它就會長了 我也不知道這麼高的高空上 它會不會長 應該會吧 不會的話 就自己加場也是可以啦 只是就有點麻煩 不要再滑下去了喔 我會封掉喔 這個這個 唉呦 不要掉下去 史萊姆鑽就掉下去了 我不要掉下去 家裡還有很多史萊姆鑽 沒關係 好接下來 慢慢放 很快就放完了 這個應該是蠻快的 只是 還有很多 我要放到哪時候 總有一天會放完的 你看我就說 我可能會蓋很久 還好我先蓋一個雏形 要不然到時候要 蓋半天 還好我自己先 先測試過到底能不能用 差點又掉下去 然後現在蓋東西 我覺得要先測試 要不然我每次都蓋很久 這樣這個 預想的這個也是一樣 這個也是一樣 喔天 只有那個 村民繁殖比較順利啦 要不然其他都很悲劇喔 不知道這樣子能不能直接放呢 放 喔可以耶 喔可以不用放史萊姆鑽了 好開心 欸 欸 喔真的是要放好捏 OK 啊不用放史萊姆鑽 喔這樣快多了 呃沒有鵝卵石的 沒有鵝卵石的 回去拿一下好了 我不想用不一樣的方塊喔 這幾集最近都被觀眾說 東瓜也都用不一樣的方塊 強負任很受不了 我沒辦法 我就沒有方塊啊 我這樣遠遠看 真是蠻壯觀的 欸他長長勒 中魯石變得好粗喔 我可以嗎 欸等一下等一下上不去 各位觀眾 全部蓋好了 給各位觀眾看一下 哇 真的是滿滿的 好我們就來拉 紅石線路吧 那紅石線路 其實東瓜不太知道怎麼拉啦 就拉拉看囉 要把它全部同時啟動的話 其實我不太知道 因為我本來就對紅石不熟喔 那可能有很多紅石很強的觀眾 就覺得啊東瓜這樣拉就好 這樣拉就好了 可是實際上是我在拉 不是你在拉 哈哈哈哈 那是我要知不知道 我明不明白啊 你們很明白 但是我不明白啊 十八十 然後我還有收集一些 森板岩 拿當作基底用的 然後那個地方 是我等等 要蓋那個儀式的祭壇的地方 紅石的啟動的地方 應該是在這個地方啦 對就是先做個記號齁 來做個記號 然後我們把它拉過去 為什麼這麼快 欸為什麼 好奇怪喔 為什麼卡在這邊 這麼快 我們踩下壓力板之後啊 我想要讓它的那個 紅石訊號慢一點出來 這樣子我才可以對焦 那些 棕乳石掉下來的畫面 所以我要讓它延遲重一點 所以我們要放一些 中繼器 然後全部把它拉滿 這樣 4秒 8秒 12 這好像太長了耶 這邊拉8秒就好了吧 然後這邊拉紅石 3456789 我要把訊號分成兩條齁 最底邊一定訊號不夠 所以我們要另外再拉 這邊多了一個紅石延遲 那這邊也給它用一樣的 這邊有兩個 這條跟這條 可能還要再放一個中繼器 所以我們這邊有兩TIC 應該這樣可以吧 為什麼靠近這個柵欄 鋪這個磚這麼快啊 跟速碟差不多了呢 這個地方往上 不管了一樣給它放個中繼器 然後上面放紅石火把 鷹架可以這樣放嗎 不要過來不要過來不要過來 鷹架可以這樣放 水啦 那我們就 一格實體的方塊 一格紅石火把 然後把訊號拉上去 那我看一下怎麼把它拉過來 為什麼身上有雞蛋 來 這樣子勒 這樣不行 還要再往上拉 這樣子放勒 這樣會不會壞掉啊 可能要下去測試一下 看看它會不會壞喔 等等再爬上來看看 那我們在那個上面放壓力板 試試看 我們先測試看看它會不會動 來我們踩踩看喔 要先踩嗎 好踩踩看 踩 有沒有動 怎麼沒反應 那邊沒接 87 這邊沒接啦 是勒 我先把上面的那個打掉好了 我不想讓那個活塞啟動 要不然我的生物就被我測試到越來越少 哈哈就尷尬了 喔有上面有亮 有沒有看到左上角那個界伏盒那邊 要洗了 喔洗了 喔可以這個可以 喔這個水啦 不知道這樣接行不行耶 希望可以啦 不然頭很痛 稍微看一下這樣子 接可不可以喔 把這個打掉 看看上面會不會洗掉 喔可以 這樣子可以 好然後這樣子就接好了 稍微看一下我怎麼接 哈哈哈哈 好像有點難耶 好像又有點簡單 我也不知道到底是難還是簡單 好我就這樣子 每一個都這樣子試試看好了 這樣接到底行不行 我也不知道 好我下去猜猜看一下力板 就知道了 喔這樣看得到嗎 好像看不太到耶 我就專注於 最上面那個紅石火把的點好了 才 喔有啦有啦有啦 那我們再接這邊另外一邊 喔超快喔 呵呵呵 為什麼啊 為什麼貼這個柵欄可以這麼快 好奇怪喔 欸鸚鵡肉殼 打 直接送在我面前 不打白不打 在那 走開 中CT 然後紅石火把 這邊跟這邊的接法完全不一樣耶 這樣對嗎 好啦 就這樣吧 這樣會不會 喔這樣也有喔 喔這樣也可以這樣接喔 原來如此 欸這樣就接完了 欸好快喔 來看一下右邊 動 有 有了 可以了 我們可以牽線了 我們可以來轉身了 太開心了 耶 那我們只要把這個紅石粉 拉好就好 1 2 3 4 5 6 7 8 9 這樣就是夠的齁 欸 他這個怎麼是 不行啦 他這樣子不行 會觸發紅石 呃 從這邊拉過來 不可以拉 觸發紅石的 要先讓他全部都是洗掉的狀態 欸 這樣子會有嗎 我記得要放在後面這一個吧 所以應該是這一個 1 2 3 4 5 6 7 8 9 這樣訊號都夠 嗯這邊就不對了 他的訊號要洗掉了才可以 所以我們再做一個吧 好剩下這兩個 好的各位觀眾 紅石全部都牽好了 應該 吧 沒關係 等一下我再試試看啊 繞一下檢查一下 還有哪裡沒有檢查到 要不等一下沒有啟動就很吐血了 欸欸欸欸欸 喔好煩喔 我應該要把 沒有伸長到兩格的 鍾爐石加藏一下 欸欸欸欸欸欸 喔喔喔天 我這個都這麼長喔 哈哈哈哈 太會長了吧 好可怕啊 欸欸欸欸 又掉下去 真的是生無可戀你知道嗎 一直掉下去就飽了 稍微看一下 有沒有什麼鷹架沒拆 欸 鷹架啊 好只剩後面的吧 好那就下去 欸 欸 怎麼會受傷啦 這 奇怪呢 欸欸欸欸欸 喔 三叉級喔 噁心 想說怎麼會受傷 嗯 留這個就好了 其他都可以弄掉了 那我們再蓋我們這個平台 我們先把這個挖掉 怕等一下觸發 欸咻 這樣就不怕觸發紅石了 來切石機拿出來 欸 先可先挖掉好了 我很怕等一下我觸發 我們這次用的石頭也是森板岩 但是我們這次用有儀式感的 就是這個 浮雕生板岩 應該不錯吧 來我們放放看 這個位置 放一下 喔對 大概是這樣的感覺 就是讓他有儀式感的感覺 所以我們要幾乘幾 喔 四格 喔咻 五好了 我一個圓 欸 鸚鵡螺殼 拿來 拿來的啊 然後鸚鵡螺殼 它是一定都會掉的齁 不分左右手 只要手上有拿鸚鵡螺殼 一定會掉 塞姆鑽 這樣子放 再這樣放 好這樣就有一個圓了 先把圓的周圍圍出來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知道 我們的圓大概要 多大 呃 整天在那邊打塵屍就好啦 喔 不要擋我了 我們就隔一隔放隔一隔放 讓它有點儀式感 然後這中央是放壓力板 放這邊 拿出我們的靈魂土 打火石還有燈籠來裝飾一下 放這個位置吧 這樣子點火 隔一隔放隔一隔放 不要好了 放周圍 對中間不要放 看起來比較好看 火太多也不太好看 這個不要放 因為要連這個的地方 然後燈籠的話 怕它光線不足會生怪 直接這樣子放好了 這樣子 喔 有Fu有Fu 喔這樣很好 那我們等一下就來 轉世成魔王吧 先等這場雨停喔 去吧 神之槍 等一下 我的眼睛 有點昏迷 我有點想睡 完蛋 是不是要轉世為魔王呢 哇哈哈 這裡是哪裡啊 剛剛在做魔王轉世的事情 所以我現在變得怎麼樣呢 天啊我也長得太漂亮了吧 好啦各位觀眾 今天這一集真的是一場鬧劇喔 哈哈哈哈 我可是很認真在滑水喔 是不是那個 松乳石掉下來的場景非常的刺激呢 有沒有非常的好看 我是還沒看啊 我還要自己剪輯才知道喔 好啦那我們四年前的約定 我們就已經完成了 那之後我就用這個 瓜絲娜的skin來進行遊戲 那我們這一集就到這邊 那我們下一集再見囉 大家掰不 還好我的小雞雞還在喔